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马诺奖都是浮云 比得上咱的共和国几两奖吗 但是我知道美国哈佛大学很牛的大学 确实有一个搞笑诺贝尔奖 你知道吗 这个搞笑诺贝尔奖 是吧 搞笑诺贝尔 好像20多年了 真的得主也有得搞笑诺贝尔奖的 就有一个 就去年那个 在英国做实验的两个物理学家 其中一个是都是俄罗斯人 其中一个他做的一个实验 他是说持服青蛙 就持服的原理 让青蛙扶起来 得了诺贝尔搞笑奖 跟着他拿了真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然后说有评选 也是真的诺贝尔奖 颁奖的都是 颁奖 颁奖都是 所以这个玩意儿还有点意思 每年同时发布 人家就是搞笑也有一定的水平 水平很高 而且我发现什么搞笑 你就看出规律来了 什么搞笑 大家研究的科目主要是交配 全是这点交配的事 我跟你说 是你只注意到了交配 我注意他们那个什么呀 这样觉得自己也蛮有可能被提名的 我跟你说 这个今年的生物学奖之一 是什么呢 讲给加拿大 澳洲和美国的研究团队 因为有一个 这个三个团队 你想他们干什么无聊的事情 他们发现澳洲有一种雄性的甲虫 这种雄性的甲虫也有他们的这个择偶目标 他们择偶目标就是女的呀 越肥壮越好 个儿越大越好 于是呢 他们就找了一个颜色啊 跟这个母甲虫相似的 澳洲的一种啤酒瓶子 啤酒瓶子上面还正好有很多孔 你知道吗 好家伙 你就发现这个熊甲虫啊 全都一哄哄哄 都在上面就交配啊 还有就是猎 你说这个男人呢 他能到什么程度 他烈日炎炎呢 他们做这个测验 晒死 也抓着那个啤酒瓶那个孔洞 不放就交配 就跟有些人搞羊搞鸡搞树木一样 没错 哎你看有照片为证 你就有这这熊甲虫啊 这诺贝尔就没看 你看没有 这是澳洲一啤酒瓶 在他们眼里 哎呦这女的就是大层盛事啊 这女的够大 这女的够大 好家伙四个工的 你看一块就这么交配 这是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家 搞笑获贝尔生物学家 这是搞笑还是正宗 搞笑 搞笑 这刚才是搞笑 哎呃 你的和平奖是谁得了吗 嗯 立陶宛首都叫什么 那是城市 我都叫不出来 那霍贝尔亚吧 好像是 什么啊 反正立陶宛首都的市长 叫Zoukas 这Zoukas干了一件事 哦压车 压车 压车 他为了阻止那个非法停车嘛 他作为市长干了一件事 获得和平奖 我们可以看看他的获奖片段 这次宗里面的车 如果买车的车鸟肯定了 不仅是负旁 等一下 我和平奖 你 你 我等会 你自己的车鸟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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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他还有车可停吗 下次记得合法停车 这是 这很暴力 我觉得这怎么会拿合平假 所以是搞笑 你这个犯法也不应该罚得这么重 我还注意到 他还不是用装甲车压 他就是那种一般的这种 装甲装甲 他下面是轮胎的 他不是那个铁夹的 不用坦克的那装甲 不用坦克履带而已 这反映了市长彪悍的风格 不过这个搞笑诺贝尔奖 真的很有意思 他每一年都是请 正牌的诺贝尔奖得主 出来颁奖 然后颁完奖之后 他还有几个义工 你说正牌的 你就吓傻了 然后他还有义工 他的义工是负责 最后他们有个仪式 就一起往台上扔纸飞机 然后就会有些人专门 穿白袍子出来 负责扫地 扫掉这些纸飞机 而每年给他扫地的 这几个人 都是一些最有名望的学者 其中不乏正牌的 诺贝尔奖得主 就出来扫地 我觉得这是一种风雅的传统 在美国的几家主要的大学里 诺贝尔奖 他就有点像我们什么 得到国家基金资助一样 就是说他是因为每年都有 所以真的没有那么大的神圣 就是说 像伯克莱 他就声称他的奖 学生上去就好几个 一个系里就好几个同事 今年又有 几乎那些芝加哥大学 对不对 哈佛 他们不像我们 就是我们因为实在太少 中国人这个诺奖的那个 情义节 那情义节实在太多了 你还别说 许老师 我报告你一个好喜人的消息 今年中国的科学家 获得了诺贝尔生物学奖 这个搞笑诺贝尔的生物学奖 对 你知道吗 是广东昆虫研究所的一个小组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说他这个搞笑 就离不开交配这点事 他研究的又是什么呢 一种玩意叫犬服 我看着就是一种蝙蝠 犬服 咱们这个广东昆虫研究所的 他们发现呢 他们在交配的时候啊 有这个口部的辅助动作 你知道吗 就是等于 会接吻 不是接吻 不是接吻 是 就是口交 口交 没错 口交 就是什么job 这个job 对 这个奖是去年得的 对 我就记得是以前得过 以前得过 去年得的 你说他研究 但是呢 这种算是有趣的研究 是不是 对 但是他们呢 一直标榜就这些奖呢 是有趣 是搞笑 但是这个搞笑的东西 其实他 我觉得他是很正面 在宣扬一种科学精神 他这个讲 就看起来 这些颁奖的东西啊 好像都接项目 好像都很琐碎 刚刚你也说吧 好无聊 研究这个甲虫 干啤酒瓶 但是呢 他就认为呢 这第一 这么琐碎的东西 都有人去研究 其实这是一种科学精神 就是凡是对任何东西有疑问 就有人去探讨 就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第二 所有这些研究 背后你深挖下去 也许都能够说明一些道理 或者怎么样 他们一直追求这样的 在澳洲很有现实意义 这么讲 澳洲地方那么大 人那么少 可是他 可是他有一种动物 我们知道袋鼠嘛 对 那个繁殖的太快了 对 在某些地域 袋鼠就破坏生态平衡了 对 所以他们科学 就要杀 杀袋鼠 对 就是说一定的时候 要消灭一定数量的袋鼠 以维持这个地方的森林生态 那么这个杀 毕竟太残忍嘛 所以他们现在新的科学进展 就是搞一些避孕药 对 让他们吃 给 就弄得很好吃的样子 然后就吃 吃完了以后 他们就傻呆呆在那里 光干 不生产 计划生育 后来的也有的团体说 这更残忍 这个更残忍 这个人类的欺骗他们嘛 因为他们以后 很努力的白干 没错 干了 所以这个在争论 到底是杀人道 还是让他们吃药人道 就关于袋鼠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我就说 刚才咱们广东昆虫研究所 去年得这个搞笑诺贝尔 他们不观察 有口部辅助动作 那么玩吗 他们还特意说一句 说我们研究所 也在做这项研究观察的时候 也遵循了本所的 叫动物福利原则 那意思也就是说 就对动物 保障它的快感 对 让他们玩得开心 安全 玩得开心 不会阴阴丧命 咱不说这个 我就说 这个中国科学家 这次有人在微博上 差一点点可以得到 差一点点 就是有人为这个图结 这个叫冤 但是呢 后来说也有道理 就说图结的 就图凹凹 知道这个 你看照片 你看照片 图凹凹 据说啊 诺贝尔这个医学奖 还是生物学奖的 风向标是 那个拉斯克奖嘛 前一阵 他 以他还是40年前的 发现 对 发现这个清蒿素 对 获得了这个奖 老太太好像80 过了80岁 80多岁 去领奖 但是这个引起的这个争议 到今天还在嗷嗷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今年这个诺贝尔 不是说也打破点规律吗 就是搬的那个人 三天前死了 医学奖 医学奖 过去其实也搬过给死人 是吗 和平奖搬过给死人 搬过给一个 以前的联合国秘书长 那是一个特别的 悼念跟致敬 那回是真的违反常规 那是破例的了 对 这回不一样 他一般是必须搬给活 对 这回是他们颁奖 决定给他的时候 他还活着 哦 就是 是这样 是决定给他 决定的时候还活着 公布的时候 他已经去世了 但是就以决定的时候为准 而且呢 这个死去的这位学者 他是送进医院 临死年几天 他自己都有预感 他今年要拿奖 他家人也一直鼓励他 他女儿还是跟他说 爸您撑着点啊 再坚持三天 坚持几天 他坚持不住了 哎呦 那个中国作家 不是老一直盼望和平 文学奖 文学 最近他们的说法 就是说 作品的就不用多写了 就指那个李锐啊 莫言啊 那几位啊 比较热门的 保重身体吧 对对对对 对 所以呢 但是我跟你说 他这个突凹凹一颗也是81岁了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终身研究员 这个清浩素啊 说是致疟疾的 什么挽救了数百万人的性命 前一阵在纽约领了这个奖吧 但是为什么争议呢 说对此啊 持续13年的 就是他的项目 持续13年的523 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参与者称不公平 认为整个523项目组的人 都应该得奖 我觉得这就是涉及到了一个老的男问题 一直学术里边啊 就说这个个人和集体之间 你看咱们外行人原来聊的 就是说你看看人这个中国又闹这个 墙里开花墙外乡 这么多年脱凹也不给人院士 也没得过任何国内的奖 反倒是人家国外 最后承认了 但是你看现在他这个反应啊 又说 又说那不是他一个人的 这事儿你们学术界是怎么分的 不过 这的确是这几年的趋势 你仔细看诺贝尔奖的历史啊 就拿就以诺贝尔奖当当一个例子 他不一定是好例子 但也有说明的功效 他过去一百年来这个历史里面 你看他的科学奖 在二战之后逐渐的 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 几个科学奖 像物理学奖 化学奖 医学奖 在过去十多二十年 几乎每一届搬出去 都是搬给好几个人 而且是甚至 是好几个不同的团队 对 他不是一个团队 你就今年物理学奖 比如说研究这个宇宙的负能量 就宇宙的这个扩张的 这三个学者来讲 虽然都是哈佛的毕业生 但是呢 他们其实各自属于两支不同团队 而且这两个团队还是竞争的 他们是当时是在这个研究上在竞赛 然后几乎同时达到了相同的结果 那所以现在颁奖呢 已经在辅印这个新的趋势 这个趋势 就是说现在的学术研究 很少说再是一个天才的英雄型的科学家 独立的研究 下苦工 不是那样 它是团队 而且有时候是几个团队 但其实回过头讲 我觉得我们对科学史的认识也有问题 整个人类文化史 我们过去记住的大人物 都是一些伟大的天才的个人 你今天仔细去看 其实那所有的个人 都是个集体的一部分 甚至画家都是 比如说我很喜欢一个荷兰那个大画家 伦布朗 伦布朗的话 对 伦布朗的话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 其实他是整个studio在画 就他整个工作室的人都在帮忙 当年其实很多画 荷兰的画 很多都这么画出来 所以伦布朗你可以说是个集体的一个身份 他前面讲那个其实跟你的问题不完全一样 他讲的是现在的奖是给世界上达到这个水平的 可能大家从不同方向达到 他同时给奖励 你的问题是一个小组 到底是讲给一个人 还是讲给一个团体 没有他现在也是个团队 他们也是团队 如果今年物理学奖 其中两个人 他们是同一个团队 不是 但是他讲是讲给那个人的 他这个是不是像足球一样 这整个足球队 每人一块金牌 不是 但你还是这样 因为你是一个团队 但是团队里面有 荣誉就属于这个 这个里边的区别在西方 他一直有强调个人的因素 所以即便你是个团队 你就是有一个领头人 我到时候讲给你这个领头人呢 就等于给了你这个团队的全体荣耀了 就是说照理说 你应该就是你给了他了 我们三人行 要是你得奖了 我们都光荣了 是这么回事 可是咱们这边呢 是不是这么看的 你怎么给你呢 没我跟你说话 你怎么得奖呢 就是意思是我们大家要分 这好像 就是这个里边有点 这就是说明回应我们过去讲 我们表面上强调集体主义 其实最不集体主义 大家最想在分这个东西 就是他们呢 其实假定科学研究都是集体的 但是你总要有人来做代表吧 就这个人他 他其实你不要说 我们现在前三强 前尾长 也都不是他们个人的事情做 整个大项目 这个要很仔细的分辨 你比如说我就老问人 据我打听到的 他们说比如乔布斯 说是iPhone主要是他弄的 就是很多个东西啊 就是乔布斯个人的想法 那像这个你如果得奖的话 给乔布斯就实至名归 对吧 但是你要说苹果公司 我们都应该有份吗 但是很多 比方现在 我就认识有人 现在非常有名的大楼 但那个大楼就有个总设计师 他是一个人的名字 但是其实这个大楼的方案 你要细讲了 他最早什么 后面什么 下面整个队伍什么 很多人都参与在里面 那你要在下面细讲的话 那就说 这个其实很简单 总设计师 好像是这样的 很不选 但如果说你将来流史 还是这个总设计师 但这个我觉得还好说 为什么呢 因为的确他都有集体成分 但集体成分里面 总有一个人 是提供整体蓝图的人 就拿建筑师来讲 比如说Kuhas 做了很多东西 都是别人参与一起去做 但是问题是 他是主导整个概念的人 那同样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 也有些人是主导方向 或者是主导设计 这个实验 或者在理论提供上面 说主导地位的人 那这个人就要被认定 那的确他是整个团队在参与 他很多研究生什么在带着 但是问题是一定有人是主导 所以在学术研究里面 我们就会很讲究 比如说科学研究 有没有叫主任研究者 principal researcher 或者说就算人文科学 写论文 也有几个人和谐的 那这时候就是看谁排头 这就很重要了 我们是打破头 我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的几个作者一起的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按百分比 他一定要我们说出百分比 比方我们三个人一篇文章 我们最后就说 不要忘得为成本人一起文章 每个人百分之三 因为我们分不清楚 怎么来分 香港呢 这个UGC呢 有一个叫RAE 就Research Assist 就是大学支柱委员会 他那个叫什么 就是评审 就是研究的评审 06年做过一次 下一次做 14年做 现在就很受争论了 因为他的评审标准 就假如拿着东西来 他有五条标准 最好的叫World Leader 就世界领先 第二个叫国际优秀 International Excellent 第三个叫国际认可 第四个叫 National Regional Local 国际认可 国家区域地方认可 最后一档叫 无从辨别 那就是最低的 很多争论了 因为你看 他把地方的 跟国家的放在一起 那这个已经 等于是他的意思 就是说香港好的 等于是国家好的 然后其他的 全是国际标准 我们的问题是 你科学也许还能这样排 你也到了文科的 你怎么排 比方说我们做中国文学 我们的香港的认可 国家的认可 就是国际水平 对不对 我北大的学报 我研究一个 中国的什么顶 但是他只能算 你National的 这个第四大 根本不上国际水平 所以这个非常成问题 汉学研究 他们也拿外国人 当标准的 像美国的汉学 就夏至清 他们那帮人 我是觉得 你看这个历史 以后我会觉得很难分 这个政策 从个人英雄 向越来越多的 集体协作方面变 你像爱因斯坦英雄 理论物理学家 他甚至做实验 他都很笨 他就是自本在纸上 想想想想 那个时候最多的 就是你看 就是说 他们现在也在辨认 有一个数学 特别牛的一个人 当时跟爱因斯坦 也是几乎同时 写出了这个公式 但是你看 这到最后 他们就很仔细的辨别 这个杂志是哪天发的 这篇论文是哪天发的 而且这名学者 自己要不说 这是中国的君子之风 他说 我比爱因斯坦 晚那么一点点 而且这还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 他说 我的这个创建 确实我要承认 是在爱因斯坦的基础上 受了他的影响 产生出来的 所以应该是爱因斯坦 但是你看到了现在 你包括那个时候 居里夫人感觉 就跟老公做个伴 你知道一块受辐射 就没什么人 对吧 现在好像都是一大帮 一个英雄没有了 那其实只有少数几种 特别理论化的 或许还可能是一个人 以前 其实以前 比如说高斯 那种数学天才 对不对 但现在基本上都很难 所以在平 但是我们仍然有依据 我觉得 就学术界还是有方法 就像我刚才讲 有没有排头 就排头到尾 那这个排头到尾 它有个什么好的地方 就是比如说 没错 我现在要颁奖了 你可能一个团队员 出来吵说 怎么都给他 不给我了 那我就说 因为当初 你们获奖的这个研究 你发布的时候 你们这个团队 都同意让他挂头 对不对 公推 公推 那这个挂头 这个东西就是个问题 尤其在中国 对 那咱书记挂头 我们都是书记挂头 没错 每年很多大学 领导代表 很多学术论文 你会发现 有些书记 有些党官 一人能够写七八十篇论文 他什么项目都挂在前面 对